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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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就够了 当然有一些前面很好看 都有 好 今天有四位女明星要来踢馆 看看她们的鞋子是不是能够打败刘真的鞋子 欢迎四位 你们好 欢迎 好 恭喜其中两位呢 替妮可出新书了 嗨 谢谢 书里面教的事情是 教大家怎么样一天五分钟 然后用最短最简单的方式 就雕塑到身上的每一个部位 你可以站起来看一下今天的造型吗 可以 我今天 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露出有肉的腿耶 对耶 她常常穿长裤了 对 我还蛮常常穿长裤 底下那个是羽毛吗 是羽毛裤 她是一个羽毛 OK 不是她变形的这个 对 所以这个穿得出去吗 羽毛裤 这个 我刚刚在她后面去洗手间 我一进去就吓到 就满地都是毛 对 都是毛 而且这个 这个好新鲜喔 对 因为她不但光是要挑战刘真 还有舞技方面 所以我不觉得 KIMIKO有把刘真放在眼里耶 对 她 这一题她很难回答 你有的肌肉 你有在心中觉得刘真会跳舞吗 会啊 会跳舞 我觉得因为 刘真出的舞蹈教材你会去买吗 没关系 刘真你可以报复她 你也不要买她去书 没有 因为 因为刘真老师就是 她的那个拉丁舞的地方 拉丁舞的部分真的很厉害 对 可是她最近有跨行去跳钢管舞耶 真的 那很辛苦 超辛苦的 对 我觉得那很难练 那我们也要恭喜王英小姐 她又有另外一个宝宝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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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计划中的 完全是没有计划中的 就是完全都是 在 没有计划中的意外收获 所以这个宝宝会跟上一个 他们年龄会差 两岁多 然后现在已经是超过三个月了 现在已经四个半月了 是 对啊 所以我刚刚来的时候 本来也是穿一袋黑色 因为想说黑色比较可以遮一下 结果我一来就 大家每个都穿黑色 是 就想说就换掉了 其实不讲的话是看不出来 我已经胖三四公斤了耶 我就很想跟你请教 为什么 整个孕城只可以胖八公斤 你就是少吃 可是就是要吃得健康 对 可是你不要这么比 因为我是不是很厉害 你一直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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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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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从以前到现在 就在你的阴影底下活很久 我知道 因为我从上一拍开始 我才做完月子 才大概 我做月子四十天 然后出去 然后跟我爸去吃饭 然后爸就在我后面 指着我的屁股 讲说 你看你的屁股怎么那么大 你学习人家小儿子好不好 恢复得那么好 我说你有没有人性啊 我才吃完四十天而已 你现在怀孕先不要想那些东西 你就好好养生就好 你压力真的很大 刚才的重点 应该是他爸爸有在 听你的屁股就是 你看 你爸是老不羞耶 活动四个半月是不是 不应该穿高跟四个 其实他这样子 是短暂的穿 但他或者没什么大不了 不要走路的时候穿 对不对 就不会去市场 或者大公车的时候 不会穿 OK 其实是做的 好 今天各位来挑战 刘甄的这个高跟鞋女王的地位 都有他们各自的立场 那有的人是他们专门在网路上 跟人家抢拍那个最新的鞋款 有的人呢是 听说厂商 还没有制造出鞋子来 才设计图的时候 就会把设计图送过来 请他们挑选 我不相信这个故事 所以等一下多问一点细节 看他是不是讲究 因为这应该是贝克汉的老婆 才会遭遇到的事情吧 我们讲究贝克汉老婆 我们今天虽然有请时尚专家来 可是也不是全然以时尚专家的意见 为意见 你们互相之间 对于对方的鞋子的评价很重要 那这位时尚专家最近被康熙造成了一点困扰 陈轩华 谢谢你 我们跟你讲有什么困扰 是 自从上一次收包包单元 我发现 我应该可以去卖任何东西 只要来康熙 那个卷卷眼睛 我快被问到烦死了 就是卷起来 像对方卷人那样的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说 你知道这节目真的效果太可怕了 是 那个传染力 然后我去 前天从泰国回来 我就一堆那个香港人就围着我 就说 双老师 双老师 我想问你那个在哪里买 我说什么在哪里 卷起来的墨镜 对 卷起来的墨镜 不只卷起来墨镜在问 那个胸贴也在问 所以我就一直在我的微博 Facebook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再问 所以你其实就可以了解 很多女性需要这些东西 但我不知道 因为我反觉那是蛮无聊的 怎么会小孩子一戴就全部都 什么东西小孩子一戴就是大麦 或者是时尚的奇雕 今天要不要一整集再给你一个 十千一年我就知道 然后到香港的IT的那个 那个店员认识的 还打电话跟我讲说 你赶快告诉人家说 我们已经没有卖了 不要再买了 你觉得陈顺华只是想要炫耀 他自己选东西的能力吧 不过那天看他的包包 你的确要同意 他给你明显很多帮助 他身子超好 我要出的题目呢 其实不是那么专业的题目 第一个题目就是 你们现在从你们那个板子背后 自己的鞋子收藏当中 挑一双出来放在桌上 你们挑选的标准呢是 你拿出来之后 虽然这双是你的鞋子 可是其他的女明星 会很想要的 那每个人呢只有两票而已 只可以投两票 因为这也代表了正在看电视的女生 可能也会对这双鞋子有兴趣 所以太怪异的就不一定会吵醒 可能那次全部的人不是只有女艺人 我们现场只有女艺人 所以只要另外四个人投给你的票 最多的话就没有了 你这双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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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想要吗 我们看到起码出现的鞋 都是偏华丽的鞋子 所以我们第一个人让沐西岩 另外四个女明星当中 如果你可以投出两票的话 是拿两票 你可以选两双 或者你要把两票投给同一双 对 我应该会选KIMIKO老师的 KIMIKO那一双 跟王盈的 KIMIKO跟王盈的 对 你选的鞋款有点类似 都是鱼口跟有防水台的 其实我自己本身秋冬都是买尖头鞋 我比较不太买鱼口鞋 我跟妳这个话没错 对 因为现在真正最硬的 其实是尖头鞋 是尖头鞋 像我 其实我讲上这一双是 还有我讲上这一双也是 我是尖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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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这双是 就是Hollywood很有名的名媛 叫做Olivia Polemo 然后她是一个很有名媛 跟model 她穿的这双鞋子是Elizabeth James 这双鞋子其实台湾没有 很少亚洲人知道的牌子 也没有说 相对来讲没有那么贵 但是她穿的就很红 所以我就今年就比较会 专攻尖头鞋 但是因为刘正老师跟王银 他们两位比较常买的都是鱼口 鱼口跟有防水台的鞋子 那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 Chemico老师的鞋子 比较不是一般的鱼口 就是它不是 它上面还有金的 就是它有T字型 对我觉得 那个还蛮性感的 对我来讲 而且秋冬紫色比较好看 那王银的话 是因为 我觉得玫瑰金好搭 那爱丽丝 你的两票 我应该会投给刘正老师一票 刘正老师 还有王银的一票 王银那也是因为好搭吗 就是那一双鞋 它就是很安全 可是A4好像从来都没有蕾丝的鞋 其实讲真的 他们这一轮拿出来的鞋子 我都没办法看上眼 你现在搭的鞋好吗 我可以换吗 我也有戴金牌 这才第一点不要自己交换 我对你们都很失望 那绿水流珍展示收藏高中鞋 鱼加单一大不同 请你从板子后面 我鞋子收藏当中 我选一双鞋出来 这一双鞋必须是 在台并一万块钱以下 哦不行 这粘得还很 你看 这个绒子的质感是非常好的 这双鞋很不像刘正老师 对 太有质感 对 这双鞋你真的喜欢吗 我真的喜欢 可是你会投给你 这双鞋 你没有 我只有摄影师 他们要告诉我说 设计期的时候 那个新一季的那个趋势什么时候 他们说 所以 而且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你干嘛演不住 你笑的 我真的 我不看什麼時尚雜誌的 我就是follow my heart 你笑什麼 真的 我的心就是告訴我說 防水台已經有點out了 可是只要體諒穿前面有防水台的人 他的坡度比較舒服 可是因為像現在尖頭高跟鞋 其實更好走 但是時尚度又更高 尖頭高跟鞋一點都不好走 沒有 謝謝讓你們 因為尖頭高跟鞋 不想到白頭 不想到白頭 因為尖頭高跟鞋 因為尖頭高跟鞋現在也是滿out 因為尖頭鞋它還是很多五寸的高跟鞋 所以趕快多開 你趕快 加油 有 舞蹈也不加油 有 這個品味也不加油 你真的 其實我要跟現在觀眾講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穿這麼高的鞋子 其實你選尖頭是比較好的 因為尖頭他的視覺已經拉長腳背了 所以你就沒有必要說說 像防水台一樣穿這麼高的鞋子 我覺得沐西也應該要來坐這個位置可以 對 第一輪嗎 今天劉璇等一下 劉璇放下 放下 你不要 你不要 還沒有輪到你介紹自己的事情 目前為了我學你的鞋子 怎麼拍得好慢啊 那一次剛才 一票投給王盈 一票投給劉璇對不對 我一票投給劉璇 還停在這 OK 因為我們要繼續算票出啊 OK 好棒 然後接下來王盈 很好 你的兩票 好 我 我想投給 因為我本來就已經有的兩票 OK 可以啊 就是劉璇老師那一雙我之前有買 還有西岩這一雙 好 這雙我知道他也有 所以你本來就 你本來買了就是因為你想要擁有他們 不是 兩種都在我家裡啊 OK 因為你帶來 他的意思是說沒有好到可以帶來 沒有想到這兩個的麻煩 然後我們還有一位沒有投票的是KIMIKO 你的兩票會分給兩雙鞋還是給同一雙 我會給同一雙耶 我可以 我可以西岩的 這雙妳有那麼想要的 這很像 這很開的鞋 我覺得我選鞋子只有兩個點 就是要不它就是要很能 能見度很高功能性很好 就是可以搭配不一樣的造型 不然就是要實穿百搭款的就是 而且我比較想 其實我覺得這很好看 只是因為我比較不會買厚 厚跟是這樣子的高跟鞋 聽說的 對 它比較沒有辦法跳舞 對 為什麼 對 這樣子會選住那個腳踝的部分 對 它比較沒有 就是如果一樣要穿這麼高的話 就是它對我來講 可能功能性就沒有那麼完整 有這兩票 我 我會投給王妍一雙跟西岩這一雙 王妍跟木西岩 可是這兩雙你都還沒有嗎 是不是 王妍那雙我有 OK 對 然後 王妍腳上面一雙我有橘色的 對 她腳上面也有橘色的 對 我有橘色的 對 我有橘色的 我們三個人撞戲 對 然後西岩那一雙 是我那時候在香港有看到 然後我有試 但是我就是覺得說她的 我很喜歡 但是她的實穿性 我想她們現在是在採取愛麗絲 沒有 愛麗絲 她們都去越過愛麗絲 妳是愛麗絲 是因為我們學校的東京 比較難做的 真的是 真的是比較難穿 這一輪下來呢 妳這樣得到零票是誰嗎 就是愛麗絲小姐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一定要讓我講一下 因為知道誰她也揭曉著 為什麼 這雙腿會看起來不細耶 但是因為你知道其實 現在在東京的話 如果說 因為現在其實天氣已經有點冷 它是這種感覺 就感覺妳踩到某個動物 我覺得很有趣 而且她也是肩頭的鞋塊 然後她的根其實不算太高 這一輪分數最高的是 穆希燕小姐 謝謝 各位小姐我們的下一個題目呢 是 請妳從板子後面妳的鞋子收藏當中 選一雙鞋出來 這一雙鞋必須是 在台幣一萬塊錢以下 可是一旦拿出來的時候 會讓別人覺得 它的價值是遠超過台幣一萬 價差越大分數越高 妳不是說盡量不要再太貴了嗎 太完結了 出牌了嗎 所以就選最便宜 可是看起來很有價值的 對 很難 陳生華 就不要管妳時尚專家的立場的話 這五雙鞋 看起來 妳覺得最有價值的是哪一雙 目前看起來好像是愛麗絲吧 或者是王淫 對 可是愛麗絲那個鑽 不會感覺就是好像隨時要掉嗎 我沒有仔細看 我看一下 還有她的根 就感覺黏得很不行 喔不行 這黏得很糟糕 你用牙齒咬太快 你咬了就跟我說 不是愛麗絲那是妳自己 第一位眼上去的 真的 本來很新的 你看看 因為是這種鑽的東西 就很容易自己在補 你看看到那麼近有看到了嗎 是 這跟山寨版吧 沒有 因為我們 我們問的是價差 所以可能它 它本來就比較便宜一點 好 那妳要近看一下王淫那雙嗎 那妳要近看一下王淫那雙嗎 這一雙手還蠻精緻度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什麼 劉正這個皮的這個融的質感是非常好的 所以說妳不像劉正很難怪的嗎 對 太有質感了 對 不是 她聽到人家會甘心一點 她可能打六隻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真正真的在看鞋子 有時候呢 以往我們會看到表象 就以為那個 五光十色 金光三色 就以為很貴 但其實不見得 像劉正這個的那個 這個皮質 這個是非常好的 很時髦 所以妳是說妳放眼望去這五雙鞋 有的鞋子妳一看就知道 它雖然亮亮了 可是也沒有很值錢 對 甚至妳會覺得它就是 山寨又山寨 因為有原版的 對 妳這樣子好像都不好意思問是哪一種 像KIMIKO那個 那個斷袋就 就應該 就是讓分數會不高 斷袋那種蠻驚人的 對 對 妳的驚人的意思是 妳說怎麼會這麼激烈嗎 對 沒有 這雙我要講是因為 這個是我自己換的 難怪 她原本的 沒有 沒有 那妳覺得這雙多少錢 因為我要講價錢 一千五嗎 不到 不到一千五 你看我好準 對嗎 八百嗎 不到一千 這一雙得到了最低分 也就是一分 好 那接下來 陳生華跟小S兩位 覺得你們完全沒有提到 沐西人這雙鞋子的意思是 沐西人那雙我覺得看起來也很高 很高級 而且非常時髦 OK 可是因為劉真這雙 這雙真的很時髦 這雙是 真的很時髦 那為什麼 那怎麼可能 但是 因為我是在 國外買手幫我買的 也不可能 真的 它打折 所以它才一萬兩 一萬兩三千而已 真的 那劉真這雙多少 我這雙好像也是大概一萬二吧 我記得那時候它也是 我在香港買一隻打折 然後好像三千多港幣 這雙鞋你撐得起來嗎 我撐得起來嗎 我撐得起來嗎 你去換衣服 你去試衝鞋 但我要先 我本來想說要跟小S 介紹一下我找上這雙鞋 但還沒有機會 它的下面是音符 它的防水牌 你又不懂音樂 你幹嘛穿那個 然後這雙鞋的名字叫 Dance with me 你看我好有音樂 就是踩著音符的感覺 這雙蠻有名的 這雙蠻有名的 是他們一個很指標式的 可是你又不會跳舞 很美 鞋子很美 所以S感覺好像是 對於劉真這雙評價最好 因為木季的那雙 看起來就是蠻貴的樣子 雖然很時髦 所以我們把愛麗絲 排在倒數第二嗎 對 我剛剛KIMIKO兩個 可以拼一下 對 算了 那就都一分囉 好 這雙有那麼早 也沒有啦 請問你花多少錢 其實你遠遠看 老花眼看的話會不錯 對 愛麗絲 你現在是不是完全 透視信心 也還好 我只是覺得為什麼 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了解我 好 你都加了 我回去找些事 親愛人頭 哇 劉真超時尚型牌 小惟奇愛不是熟 那這個前面這個肩頭 然後這個地方是金屬 就是我今年最愛麗絲 你有辦法穿嗎 可以啊 我穿起來很漂亮 很好看耶 而且很好走 而且很好走 好走 你要不要先去開 其實這樣開不進就算了 我可以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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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走喔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我腳踩的肌肉 他就是他的性感 讓你整個好高喔 對 應該好嗎 KIMIKO 好 太好 我覺得沐溪眼那一霜還是銀耶 謝謝 富超多 你說直 我們不在講 我們在講價值感耶 可是沐華老師說我的眼 沐溪眼那一霜看起來很貴 因為王營那一霜的顏色 也有點像是正版或是倒版 那是劉董那個牌子 對啊 好 它有一點山菜的味道在裡面 沒有 其實有很多 像這些有些是 像它前面的那個卯丁 或者它是那個腳後跟的卯丁 有些是這些牌子先做 後來大家才開始仿 因為這個是最好仿的 就是說所有在做鞋子 卯丁最好仿 反而是像劉真 或者是沐溪眼那種 容的那種材質 其實你現在看它是在 那個質感是非常好 那比較難放 目前你可以又換上看看嗎 我覺得你們穿 那邊有紅衣服可以換 是 那邊有試穿需要 因為穿這雙鞋子最好 就是要會跳舞的人穿最好 所以其實我看到這雙鞋子的時候 第一次第一個想到的是 劉真老師很適合 但是這個跟因為比較沒有這麼高 所以它很像 S很喜歡我有一雙是劉蘇的 我上次喜歡過你的心 我上次喜歡過你的心 好漂亮喔 好看 好適合跳舞喔 這雙好性感 我覺得這雙的分數高過劉真 這雙穿起來比擺在那裡好看 因為這雙有靈魂 好漂亮 劉真老師可以穿這雙嗎 可以啊 你們比一下看那個 這是很性感的身體 好漂亮喔 這雙很漂亮 活靈活線耶 活靈活線 走路的時候 我真的看一張大衣服 好笑 拿紅包塞她的嘴巴裡 試試看 劉真你要換上這雙試試看嗎 S想 你不會想穿木屑的那雙銀頭的吧 那雙我可以穿穿看 怎麼樣 我穿穿看 你穿好好看喔 真的嗎 我怎麼會這麼有質感 我怎麼會這麼有質感 我怎麼人 而且秋冬酒紅色最好看 但是劉真沒有的耶 你知道質感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而且她的小環那邊就是很好的 妳跟沐西人並排往前走好不好 走一下看 我看看 可是我很不高 來 走吧 我覺得平分秋色 對 很難喔 蓝鮮喔 好厲害 好厲害 所以這兩種的均數 會比王那麼高一點是不是 對 穿起來這雙真的很有氣 很美 走的時候 對 好 那就王英三分 然後另外兩位就五分了 好 OK 好 第三輪的比賽呢 標準很簡單 就是 你現在有一個活動 要跟小S見面 然後你這雙鞋拿出來 就是小S看了一眼 就會在心裡面偷罵髒話說 好厲害的鞋 我現在要決定喔 好 拿尖頭了好不好 五 四 三 二 一 OK 好 我覺得愛麗絲那雙 她尖頭的啊 可是因為妳知道她雖然是尖頭 可是她的頭又有點愛尖不尖頭 太驚訝不好啊 那我覺得她 她比穆熙妍那雙可以讓我喜歡 是喔 因為我最近也 穆熙妍那個牌子 算是妳喜歡的牌子 可是因為我最近也很怕那個上面有刺刺毛丁的鞋子 所以妳瞄一眼 穆熙妍今天穿的這雙 妳心裡面把髒話還說想刺死我 就感覺到現在還在搞毛丁那一套 夠了沒啊 可是今年她家就是毛丁 毛丁厲害啊 對 她全部都是毛丁 穆熙妍這一雙跟KIMIKO那一雙呢 KIMIKO那一雙比較好看 是喔 所以穆熙妍這一輪得分最低嗎 是 其實毛丁就是女王的鞋子耶 不是那一雙就Bling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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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就這樣啊 而且毛丁絕對不是拉西等於是 今年毛丁丁都還在出毛丁 妳感覺得毛丁丁說這個 不是啊 妳這人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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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 今年 我今年我真的不喜歡毛丁 絕對 絕對 我今年就不喜歡 絕對 老師妳說句話啊 絕對 經典啊 妳沒有了解 徐憑一心中有她神秘的世界啊 她就是今年不喜歡毛丁嗎 那毛丁很少也可以 而且是網上的東西 我的確毛丁是真的出太多了 對 而且好像 毛丁好像 對不起啊 毛丁好像 好像都是專門針對 你只要看我們就會解答 不是 沒有 她想說妳怎麼好講啊 妳的鞋子我也欠這樣 不會有漂亮的 我不知道妳今天怎麼回事 對 艾莉絲跟 Kimiko呢 還是同分 這雙妳很厲害耶 經典一定要有這樣的雙色色 可是艾莉絲那雙一開始我會有點偏見 覺得她好像過舊 對 可是後來看起來 就她很有一種那種 她就是很優雅 她就是很優雅 然後陌落的那種 對 老牌 黃牌的典雅 很像很適合拿跟戲的雪茄 然後戴個大帽子在街上遊蕩 Kimiko穿一下妳那雙好不好 很漂亮 很漂亮 可是這線條太驚人了 這腳已經快要掰斷了 對 妳不可能穿這個鞋還能跳舞 可以 可以嗎 妳的腳快要站起來了 真的腳可以 因為這一雙 所以我在選鞋的時候 我包含底也是 就是我有訓練專門的加底絲 因為我每一雙 我都有微調她底的厚度 可是我看艾莉絲的 有一種沒落的貴族的感覺 對 她不是啊 我也會給艾莉絲 我會給艾莉絲一分 我會選艾莉絲 OK 所以我們的分數目前 是目前最低分嘛 然後艾莉絲 然後KIMIKO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王英跟劉真 搶第一名嗎 還是劉真其實很低 劉真這雙我完全沒看到耶 怎麼樣 她跟艾莉絲也後面嗎 她比目前低嗎 這雙要穿起來你就知道 這雙是很多 我覺得是孫華老師應該懂 知道 因為她這個前面這個尖頭 然後這個地方是金屬 就是今年最流行的 就是那雙啊 真的滿好看 真的真的不適合小腳的人穿 穿起來就是 妳有辦法穿喔 可以啊 而且是穿起來 腿超長的 我覺得這雙好難穿喔 對 KIMIKO跟劉真都不太喜歡KIMIKO的 OK 我穿起來很漂亮 很好看耶 而且很好走 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比我想的好看耶 她穿起來很好看耶 真的這雙是滿穩 看起來好平穩 對 看起來很不穩 那滿穩 等一下 妳要去哪裡啊 我曉得 這給我一次啊 妳要去那個紅椅子換嗎 小姐 沒關係 我在這邊 這雙真的很好 看不進啊 小蟲那麼小 她腳很小 她腳超小 妳踩不進就算了啦 我可以 我還說娘的那個畫面 這讓我剪掉 妳知道直接可以嗎 妳要剪掉而已 把它Key上去嗎 很小半號 半號 怎麼可能啊 我穿三五 其實妳算了吧 可以嗎 妳要穿一下 可以啊 幹嘛 OK 沒問題 沒有問題 是 是 好看 好走喔 真的耶 妳怎麼跟我小腿的肌肉 誰要看這東西 誰要看鞋 好好說喔 而且她的線條 讓妳整個好刀喔 對 妳幹嘛發生 對 真的嗎 就妳以前突然沒有嘗試過 這個 是不是 因為我會誤以為它是難受的 對 好看 那這雙比Keymico高分 可是有超過愛麗絲那雙嗎 因為愛麗絲那雙 我是一進鞋墊 有我的尺寸 我覺得二話不說買它 就買了 OK 然後劉正這雙我會有點猶豫 然後木希的那個我不會買 王營那個我也不會買 你穿穿看 穿穿看 因為那種風水也是好像是門口級的流行耶 風水 這是這一季最新的 真的嗎 我聽說這個 這種靴子的高度 對東方女生的腳不是很 不是很失笑 但是因為我們都是細的腿 然後馬牙 要死了 腳那麼熟 馬牙也不熟 是嗎 那個小狗馬牙 不是 對 眼睛腳是我的眼睛 不是 木希燕大笑鴨汤寶 劉正美食王第二部寶 幫人家鴨汤寶 請看 那雙黑色的那個 後面有特別的那個 是嗎 是嗎 所以說你剛剛吃完就拿出來 對啊 剛才拿出來我覺得 今天所有的比賽 我們讓劉正把位置要出來 好 好 殘酷 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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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 很好看 可是我覺得還是吃掉了一點 小腿的 什麼的 懷靴一定喜歡很難 可是我很喜歡買懷靴 對 就跟你講懷靴會吃掉小腿的現場 他就是要跟你說 他沒有在怕這件事 對 對 OK 還好啊 因為他下面有挖一個V字 我靠 我不喜歡腳趾被拉 這邊還是真的好看 對我朋友 有點吃虧 他不喜歡弄手指 那個要穿Legging的時候 因為腳趾又不是一個很直的露的東西 很直的 要得看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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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樣這雙是分數最低嗎 喜歡 不是 不是 轉出去好像模體喔 所以這雙比沐欣的還低分嗎 我寧願穿沐欣的 OK 所以王贏得到了1分 沐欣得到2分 KIMIKO3分 艾莉絲 不對 艾莉絲在最贏耶 5分 劉珍4分嘛 對不對 經過了三回合的激烈競爭之後 最後由沐欣還有劉珍獲得同分 艾莉絲那雙最贏啊 沒有 因為我發覺S他最近已經喜歡安全牌了 因為你喜歡金正 劉仲和那個神度 你已經被攻擊喜歡安全牌了 劉珍小姐 我要恭喜你 三輪下來 你依然保持了最高分11分喔 但是呢 沐欣跟你同分11分 兩個要TK耶 所以最後一輪嗎 要再出一輪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沐欣其實一定要打在劉珍啊 為什麼 我沒有做到這種指令真的 其他三位妹妹坐下吧 好 OK OK 好刺激喔 好刺激喔 現在即將進行鐵賽 選出2012康熙美心王後關 讓我們台灣回到現場看看 並決過程吧 我們接下來就一寫定勝負吧 我們拿出剩下其實當中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對方的那一雙 有題目嗎 沒有 沒有這是最厲害的 打敗對方 沒有題目啊 最厲害的 天啊 好厲害喔 這雙小孩子不准出一件了 由陳春華來決定勝負 哇 哇 這雙剛剛不是拿出來過嗎 可是不可以拿得比啊 對 是生氣的時候拿出來嗎 對 好 請各自發表一下那個競選的政見好不好 是 你選這雙的原因是嗎 這雙就是因為 因為我已經講了就是 其實這兩年已經不 就比較多是尖頭鞋 然後它是因為 這個牌子是 它每年都會出 秋冬都會出一個尖頭鞋 錨釘的一點款式 它的錨釘跟 像紅底鞋的錨釘就不一樣 它的錨釘沒有那麼誇張 那去年我有買它一個錨釘的懷靴 然後所以今年秋冬就是 不例外也要捧一下它家的床 那它是 今年我喜歡的尖頭元素 然後再加上秋冬很適合的暗紅色 好 你們另外三位妹妹有答案版對不對 嗯 請你們 請你們不要被陳春華看見的寫下來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雙 因為我 我現在其實 我剛看我的鞋 我就想說 好那 這的確是我現在最喜歡的一雙鞋 就是Follow My Heart 那這雙鞋呢 它也是我剛剛那個 就是那同一個牌子 對 不是嗎 我真的很喜歡它 因為它也是一樣是絨布 然後它有拼桃紅色跟 就是拼在鞋跟 那這雙有一個名字叫做Kiss Me 因為它前面是一個唇譽 所以我覺得很可愛 很可愛 那我覺得就是 不管是現在 就搭配我身上的衣服 或是S啊 其實我覺得在場的女明星都可以穿 然後呢我覺得它又很 就是也不會退流行 所以我推薦這一雙 它都有Kiss Me Kiss Me 我們評分的標準就是 當這個女明星拿出這雙鞋的時候 你會認為說 哇 連這雙鞋都有 算你厲害 以這個立場出發的話 你會選哪一雙 那真的就是 劉真了 OK 劉真 因為這雙鞋真的很長 會有的話 就是很厲害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四輪比下來呢 我們還是讓劉真做回王位吧 好 好 另外三位你們剛才選的 我想知道你們後來選的意見 他一直選的是 是劉真的 因為這雙鞋其實很有名 這雙鞋其實很有名 這雙鞋其實非常有名 但是我沒有看到她本人 所以我剛剛看到她拿出來的時候 我有點嚇一跳 交互犯了 對 交互犯了 所以妳會羨慕擁有這雙鞋的人 因為第一 他會收藏這雙鞋的這個行徑 就不是一般的行為了 行徑 然後第二就是 我覺得這算是收藏品 對 對 然後西岩這一雙 我覺得它就是很經典 然後她剛好選到這個紅配圖 然後 而且她的錨釘是配有點像冰晶的 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她穿起來也會 就是你隨便不管搭牛仔褲啊 Legging啊都很好配 聽起來王妍一定覺得 她板子後面還有比這兩雙都厲害 當然有 有 等於她就會見識到 好 然後 Demiko也比較喜歡 Muji的那雙 對 因為 我如果花這麼高的價位 買鞋子的話 我會選擇是我喜歡那個 設計師的服裝品牌的鞋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觀賞 今天五位小姐帶來的 得意的鞋子收藏 那愛麗絲 我們先看妳的好嗎 因為我的鞋子都很素 然後我看到他們鞋子 有點嚇一跳 OK 就是穿比較素的鞋子 妳的鞋子是比較正常的 對 我比較沒有辦法那麼誇張 因為誇張鞋子很多 還放在日本的家 這個鞋子的長度很好看 自己說的 好美喔 好看 這雙鞋我覺得就是 它其實可以站很久 好好看喔 是 然後這雙鞋 因為有時候穿這種長靴 過膝靴 妳很難套起來 對 這雙鞋它非常好 套起來是真心多 真的好看喔 你們都有這種過膝靴嗎 都有 可是問題就是最近都是肩頭 然後細根 因為像它這種 還有一點個性的 比較熟看 對 感覺就很好走 這一雙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買 好看 真的大家都可以買嗎 有些女生的腿可以穿嗎 因為我覺得這雙鞋 它做得很好的 是因為 它其實有點寬闊 所以說你的小腿 有一點肉肉的女生 還是可以 或是這邊 其實有些女生是這邊的肉 比較多 它其實是可以把它折起來的 或是裡面可以穿牛仔褲或什麼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KIMIKO的鞋子 是KIMIKO的鞋子 是鞋子 請看 所以精采大部分剛才都看到了嗎 對 差不多了 OK 好 那因為王英剛才有講 她的鞋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先看穆斯妍 沒有 沒有 沒有啦 先看穆斯妍的吧 請看 穆斯妍的也很棒 那一雙黑色的那個 後面有蝴蝶結那個 那是KIMIKO的 這雙妳剛剛竟然不拿出來 對啊 因為這雙劉真老師已經有 剛剛有一雙有一點類似的 我就沒有拿出來 但這雙我真的很喜歡 這雙好好看喔 這雙好好看喔 而且這雙 超好看 這雙很好穿 意外的好穿 而且她 她很可愛 因為她怕這個蝴蝶結 會走 形狀會改 所以她 鞋合理的時候 她還附兩個海綿 塞在裡面固定那個形狀 我覺得很頂嘴 這雙如果剛才拿出來的話 不見得會輸掉KISS ME 這雙比較愛 光光那一雙你不拿出來 我覺得你實在是 失策 對 上拿著下一雙 我們有一雙可以看一下 這雙就是 王影同一款 沒有 還有跟那個劉真老師有一雙 其實好看 對 這雙就是 她這雙 這個型是貝克 而且這雙非常好穿 離頭門美 變成人類之後要穿的鞋 對 那比較像維娜絲的 維娜絲 妳是不是常常跟女兒講 這雙讓我想到維娜絲 因為維娜絲在那個 包地理席 那張美花絲出事的那個畫裡面 她是踏著三倍出來的 所以就讓我覺得 有 美人 還是把McQueen那雙放桌上好了 那雙很漂亮 那雙是說 妳要跟她道歉 妳雖然沒有把她拿出來 對 不行 我會死 然後妳要看側面 讓她那個鞋子 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 這雙看起來也很好看 劉真 我們來看劉真今天帶的鞋子 好 來看一下劉真老師的鞋子 請看 她的鞋子比較類似 對 妳很喜歡鑽耶 我很喜歡鑽跟帽頂 妳覺得她是表演為訴求的事 對 可是我今年開始就是休閒 不是鑽的 就是比較特殊材質的 妳那條毛毛的給愛麗絲看一下 好 我好喜歡毛毛 然後她穿起來 其實她穿起來 我覺得比較 比較會顯得腳踝的那個線條 妳超級量就踩了一隻比較小的老鼠 不是 因為我剛剛那隻是大兔子 大兔子 因為妳的正面都是毛毛 可是這 妳自己穿起來很漂亮 但這雙它的正面不是毛毛 它正面可以看到腳毛 它這雙沒有踩到老鼠 它就被老鼠咬到腳跟 腳毛 咬 咬 它是在後面 這雙還是很討厭 陳真華朝獨身高中鞋 引發全場一陣經驟 陳真華今天帶來的鞋 沒有 台灣沒有 對 可是可以穿嗎 這怎麼可以 它是鞋的 這個設計師是 他是建築設計師的 是一個女生 這個 可以 這個 這個還穿嗎 穿的 很多對這雙鞋的評價是 它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很舒服嗎 好 看王盈莎姐的鞋子 是我們來看一下王盈的鞋子 請看 就是亮亮的鞋子 是不是一些平常 好閃喔 可以工作然後活動穿的 然後像 所以你那雙 纏繞的那一雙 這一雙 這一雙就是 這幾年我很喜歡那個牌子 然後 就台灣也比較難 沒有買不到 台灣精品店可以賣 然後我當初看到 在精品店賣的時候 它的那個價格 然後就讓我覺得 算了 對 它價格比較高一點 然後剛剛好 我出國的時候看到 它是打六折 OK 然後剛好我的尺寸 我就買了 只是它 對啊 因為我覺得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羅馬鞋 大概幾年都會流行一次 然後它的珠珠都是手工穿的 然後穿起來也很好走 可是你重新再看一遍之後 你不覺得沐西岩 會買到這雙鞋的品味 還是勝過劉堅 謝謝 陳真華 你要翻盤嗎 我 我覺得應該是馬昆妮這雙 他這雙鞋拿出來 我覺得贏今天所有的比賽 我們讓劉堅 把問題讓出來吧 哇 哇 哇 不好意思啊 這雙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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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 很殘酷的是 很殘酷的是 殘酷 是 在這裡 KISS ME KISS ME 不是這樣 這個沒辦法逼 趕快帶妳這個 來做王座吧 是很抱歉 唉唷 不要那麼厲害 快點 已經比完了啦 可真妳要不要打 趕快打電話叫快立 把家裡的血圈趕快 不好意思啊 讓一下 婆婆你叫的 不要放你家暖椅子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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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這雙鞋太漂亮了 這還有老師的香水味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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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幫妳攔椅子的溫度 我坐在這裡壓力好大 不過說實話 妳今天帶來的鞋子 這多樣性來講 目前的鞋子比較有趣 我比較會 不會侷限在某一種款式 我什麼款式都敢買 是 我覺得妳很有品味 妳就站坐一下 有些會回來報復的 好可憐 你趕快回來 她很快就會奪回這個網路 我好像在開擠喔 沈春華今天帶來的鞋 其實我大部分就是明星鞋 那其實沒有像到搭得那麼的珍貴 但我最近 有剛剛出國帶回了一雙 還蠻特別的給大家看 某一頭 某一頭 對某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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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隻很厲害 這是某一頭 某一頭 台灣沒有 對 這可以嗎 這怎麼可以 還是鞋子 這個設計師是 他是建築設計師的 是一個女生的 是鞋子 所以 是真的能穿嗎 能穿的 然後你看 他這邊是中空的 是 所以你穿的時候 你最好不要有蚊子咬很容易 咬到腳骨 不是 我只能說 穿這雙女腳一定要去腳直 對 結構 你看他從很多地方看 拼了 拼了 但這個腳太大了 這蠻大的 這到38有點大 我怎麼穿啊 但是 好可愛喔 在很多對這雙鞋的評價是 他非常的舒服 非常好 舒服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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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舒服嗎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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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8號的 只是因為腳看起來變厚 沒有 因為這太大了 38 我覺得菜也不是你的 菜戲劇化了吧 對 用來展示就好耶 對 我覺得放在盒子裡也就比較好 對 比較好 除了非常多的顏色 或者我覺得要很高大的人 穿這雙鞋 再加上他前面那個 炫頭這邊那個設計的線條 整個穿起來 你感覺很像是漫畫人物 你不懂啦 對 對 對 陳生華可以告訴我們 大概價錢是 其實他價錢 出不過意外的便宜 大概 六七千以內 對 因為他的材質算是 對 可能是材質 但是因為 當時他在做出這個的時候 是受到很多那個 大家的經驗 他是一體成型的嗎 對 所以他連手工都沒有啊 他就是 工廠做出來就這樣了 對 這樣放就真的好漂亮 是 放回去 這個我認不出來是放的 是 這樣很難放的 對 不出我們所料 因為你每次來康熙鞋子都蠻厲害的 所以 太好了 我覺得你實至名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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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